可是我要講 因為我現在住一樓 然後旁邊很多賣吃的 所以一樓是真的很容易有 什麼果蠅 蟑螂 老鼠 如果家裡為止 所以你還是不見好 老鼠沒有 老鼠沒有 有 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家 就是發現一隻很小很小的老鼠 牠是從那個牆壁的洞鑽出來的 因為我的貓咪 牠們就一直在那邊刺激而動 然後我就想說牠們是在抓什麼 然後我就用那個閃光燈這樣照 我就發現真的是小小的那個老鼠 小老鼠你抓得到嗎 那個 我後來有用那個 我一開始我想說不要殺生 我就先買那個幼捕龍 但是老鼠 現在老鼠太聰明 牠完全沒有被幼捕進去 後來就不得已才買那個黏鼠版 花生口味的 花生口味 然後 謝謝你沒有這麼詳細的分析 你第一次買花生口味對不對 然後買了黏豆對不對 然後你隔了沒多久 又發現有老鼠 你再用花生口味 牠已經 就不來了 牠不來了 牠們定期有在開住戶大會 開住戶來了 就黏不到 會不會說家裡不要這麼胎哥 才是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有 現在就是有比較注意那個環境 但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就是比如說像貓沙有一次 很恐怖 我大概拍戲一個禮拜 然後就是家裡沒有人親那個貓沙 一週還兩週 然後反正回去 就發現我的貓沙盆這個大爆炸 因為我養三隻貓 我在那邊挖那個 產那個貓屎的時候 就突然有一隻很大的大牆 從那個貓沙裡面這樣飛出來 天啊 所以自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之後就真的很注重那個環境正結 女生這樣也是不行 我真的是 我剛剛一直聽我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一直抖 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牠都好有畫面 對 可是像我有個朋友 女生也是 她都覺得自己是最乾淨 當然大家都覺得自己很乾淨 可是我真的有女生朋友 是內衣可以很久不洗 有多久 就是一兩禮拜 然後我就說那夏天呢 她說夏天 因為她都覺得我的人是乾淨的 我的內衣沒有外界的污染 也沒有洗 對 然後她就說流汗 就是給她吹開 然後她內褲咧 內褲是甜甜 我覺得女生沒有辦法 內褲應該不太 女生很難 男生可能還可以這樣穿兩天 不行 男生 男生你們上完廁所會擦嗎 不可能 他們都 是不是 我說那怎麼可能不行內褲 我們HUHU 但是還是會有幾滴 會滴到內褲上面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要換 其實有一些男生是會擦的 落差人我也會去剃得很短 沒有人問這題啦 這是下週的主題 都一樣的那個 你去誰啊 那你老婆不會覺得很刺嗎 我跟你講要用雷射的啦 我們這幾個一定要除毛 好嗎 我家院是住老公寓跟爸媽住 然後我朋友來我們家聚餐的時候 我是真的會請他們幫我帶垃圾走 因為我們都是等那個垃圾車的 頂登登登的時間 很累啊 就沒有辦法這樣下去 然後有些人就住那種大樓 他只要回到家就順手幫我們丟 然後我還分配 我不會讓一個人倒太大包 我就 就每個人帶一點 不然你手裡啦 那你們家 那你們家每天都有客人來就對了 我很喜歡有人客人 然後很喜歡有住大樓的客人來我們家 然後不然的話 我現在就是有找到一個叫懶人殿堂 他是專門專業的人 會定期到你家幫你收垃圾 收一般垃圾之外還可以收回收垃圾 一次大概不到一百塊 八十九年 那有沒有專門人家幫你吸萬的 可以接什麼 我跟你講都有 你們找一個也是有一個APP 叫捷克幫 它上面也是你要幹嘛幹嘛 都有 其實有人講說懶惰是一種才能 講真的 他是一種技能 真的 對啊 所以就會有一些這種專業的人出現 對 幫助需要的人 沒錯 我小孩就是懶惰派的 他常常就是會想一些就很奇怪的一些方式 就是要投懶 就是要不做事 最近其實有一個就是 他有一次在吃那個施加水果他很愛 但是付那個詞就很麻煩 尤其是坐在那邊 他可能是在看電視 打電動或什麼的 所以就有一次我就進去 然後看他在那邊 他就轉了一個碗 放在他自己的衣服裡面 然後下次就可以 好聰明 好聰明 就跟他一起學起來 好聰明 然後他真的 他常常就是會有一些這種小的一些 就是做事的一些行為 就覺得你真的是 對 他創意很好 前一陣子我們也是在外面走路 然後他一直就是在那邊走路 就覺得很麻煩 然後說我要發明一種鞋子 下面是有輪子 他不是有 我就說了這個已經就是有了 那種東西都是已經有了 他自己都是這樣 那我好聰明 我都可以想出這種東西 真的 然後他就是會有那種 像發明家的那種心聲的 像我自己會是比較在這種自動拍的 就是我的家裡的東西都是 我喜歡就是有很多的自動的東西 或感應式的 自動 對 燈那些 對 像什麼垃圾桶那些通通的東西 對 對 對 然後走進去那個走廊 也是有漂亮的燈 所有的這些櫃子 打開的也是都是有燈 然後像這種沒有感應的 很多的有那種小按鈕在地上用腳踩 懶惰真的會帶來科技進步 真的 對不對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真的 胎哥真的沒辦法救 來 馬上聽聽還有什麼懶惰的行為 來 網友看一下 來 佑芸 好的 那接下來在 在胎哥懶人這邊入榜的 還有第一名就是 雜物衣服隨便亂丟 進房間還要跳格子 剛剛羅哥講到的 占了33.3% 好 就有網友就表示說 她的姐姐房間就是這樣 就是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攤在地上 或者是椅子上 而且進到她房間 你真的是閃無可閃 就完全找不到地方可以踩 如果不小心踩到她的衣服 她會生氣 那另外一邊 精緻懶人這邊有第二名 用不到的東西就丟掉 不用耗費時間去整理它 好 這個佔了21.6% 除了衛生習慣不佳 家裡堆好堆滿 是不是其實也很困擾 曾國豪先生 你家是不是就亂到 到處都是你的東西 所以她藉口一大堆就對了 沒有 我跟你講 你現在有小孩 小孩四歲半 所以她的玩具 常常就是會炸出來 炸在客廳 我也會就是說 收了幾次之後就會懶得收 因為她馬上又會把它炸出來 然後她自己又懶得收 你叫她收了 她會說 我不要收 你幫我收 對 然後我後來就很小聰明 她就有一個 本來有一個那種玩具床 就是那種一個很大的你知道嗎 我就說OK 好 那就把這個玩具 所有都丟到那個裡面去 玩具床就這麼大一個 就整個已經是炸滿了你知道嗎 已經塞滿了 不管是玩具也好 然後那個我的衣服 你的衣服為什麼出現在 對啊 因為它那個很好掛你知道嗎 它那個邊邊就是說 有個這個高高的 掛衣服 掛個傘 你回到家的細菌 你就給它丟在你小孩玩的玩具上 沒有啦 那個酒精可以先噴一噴 而且我是掛在旁邊 我不是掛在那個裡面 你知道嗎 Anyway 你聽我講 然後像我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我以前從美國空運回來的 那種腳踏車的車價 因為那很貴 但是因為我也現在沒有在騎它了 賣它你也捨不得 它就會從第一個家搬到第二個家 第二個家搬到第三個家 你還要把它留在 就賣了吧 那現在就比如說 房間本來有個角落 那個角落可以看到101信義區的景觀 很漂亮 但那邊就開始堆東西 我的車架開始堆在那邊 不用的娃娃車丟在那邊 兒童座也丟在那邊 越塞越滿你知道嗎 就變成本來是一個我女兒的一個 小小的那種秘密的基地空間 他可以在那邊吃個小蛋糕 然後看101就很享受 你把它擋起來 對 把它擋起來 我不會在那邊 然後那邊堆滿了嗎 開始堆陽台 你就把它賣掉了 然後陽台就有我的腳踏車 有女兒的腳踏車 有她的滑板車 有娃娃車 有運垃圾的托板車 摺疊的那種 就越堆越多 堆到就是說你那個門一打開來 你基本上是一打開你只能這樣子 然後洗衣機在那邊 對 你要衣服用丟的 因為跨不過去 跨不過去 然後我老婆就開始 你要追這東西 我那個衣服我要怎麼拿 我拿不到 我這樣拿衣服 她腰會閃到什麼的 她就會叫我去拿 對 所以現在變成就是說 有一個這樣的情形 家裡久了以後就會堆這個 堆那個 你如果捨不得丟的話 沒有 因為那東西我會覺得 我當初也是花很多錢買的 那現在雖然用不到 但是我覺得對我 有一個 那你就去租一個倉庫 把它放在裡面 對啊 就十分錢 對 你講到倉庫 其實我跟你講 很重要的東西 是家族遺傳 真的 所以你現在 現在又要怪到你中學了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住美國的時候 我祖母 她就是有租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這個 櫃圍 就塞了很多東西 後來她這個 這個PASS AWAY 去了HEVEN之後 我們還要去幫她整理 那整個 整個貨櫃的那些東西 然後裡面都是 完全都用不到的 就是LESS 沒有 沒有 沒有很多 一點值錢 那麼就沒有 很多有回憶的東西 你知道嗎 我意思說是有一些 遺傳性在裡面 你不是覺得台北 寸土寸金 你就花多少錢 再放這一些用不到的東西 沒有 因為剛好 還有View 年底也要 也差不多要搬家了 你知道嗎 那就想說反正 你又會把它搬到新的家去 還有用 不是 我會先 你要省不省丟 我會先整理整理 該丟的丟一丟 然後再搬到下一個家去 對不對 車價還是會follow you 還是會啦 還是會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很貴買的 我覺得那個角落的東西 都會follow you 對 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什麼零食丟包包裡 我是很多東西 我會塞冰箱 你真的很老人家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女兒她常常會吃完一些剩飯剩菜 那我會覺得說很浪費 那我會覺得說可以先冰冰箱 那可能就說下一餐我把它吃掉 不要浪費 那有時候就一放就放個什麼兩三天 那自然就不吃了 那不吃那就要丟 那如果要丟的時候 你要丟垃圾桶 那又會怎麼有招蟑螂 那我就把它再移到冷凍庫 移到冷凍庫把它冰起來 他就是丟進去 然後有個好幾天沒有整理 真的 我的天啊 三個月你都不會動它了 沒有 我跟你講 那又再去買一個冰凍庫有沒有 我跟你講 馬丁一開始戴情緒了 對啊 連馬丁都看不進去 連外國人都看不進去 因為我會 你覺得 你就冰到冷凍庫嗎 那有的時候就是會忘了 肯定忘了 然後可能下一次買菜買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孩子的媽就會 你這個上禮拜那個Serena 那個聖菜上面 你怎麼還沒有丟 我說我忘了 你看我還在冰箱的角落這樣子 你們家真的需要洗碗機跟廚餘機 廚餘機 對 這兩個東西你真的超需要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有一個問題 我家住在二十幾樓 所以每次我要到地下二樓 去丟垃圾的時候 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坐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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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樓吧 B2 很久 你坐電梯還要轉電梯是不是 還要轉電梯 因為你是不出門嗎 很麻煩 為什麼要到六樓轉電梯 它可能是比較高的 就是很遠 所以我跟你講 你住到這種二十幾樓 就是你住的那裡 沒有辦法直接到地下室就對了 他有一個電梯可以直接到地下室 但那個電梯又特別出 因為很多人都在那邊倒垃圾 那你找懶人電梯幫你丟 有的時候就會 真的是會旺 你知道 有時候年紀大 很多老人家都喜歡 很多東西都把它變成 都塞在冰箱 而且我們在資生細菌吧 對 你好意思講我 不好意思 大概倒流就像你的床頭一樣 TGG TGG 其實我室友家是 丁台也是這種人 冰箱永遠就是會塞好多東西 因為永遠都是我在清冰箱 所以每幾個月在那邊 我就是再清一次 要全部都擦什麼的整理好 我都會看好多的 拼拼罐罐的東西 通通都在那邊 然後就是 這個過去了一個月 這個過去了兩個月 甚至到昨天 我要清那個水果跟那邊 我也是就是拿了一些東西 出來因為要擦 然後發現在最下面那間 有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香蕉 但是那個香蕉已經不是香蕉了 黑掉了 它不只是黑色的 它是果泥 它是太久了 邊邊的果泥就是這樣子 第二個是一個 生菜沙拉的那個 就是它的根部而已 那個根部 然後就是細細的那種 叫做黑色的 也是果醬類的那種 就是很可怕那種 你知道嗎 在拿那些就很噁心 很噁心 好 好